这堂课我们来了解扇形弧长 这是圆 这是圆星 两个半径加上圆周其中一段长度,就是扇形 我们称这段圆周长度为扇形的弧 举个例子,以下是圆周长为40公分的圆 涂色部分是一个四分之一圆的扇形 我们来求该扇形之扇形弧长 这里你可以按暂停,想想看该如何解题呢 我猜你准备好了,我们现在开始吧 四分之一圆的扇形,也就是圆周长的四分之一 所以,40乘以四分之一为10,就可以算出扇形弧长为10公分 达,10公分 本次的课堂到这边结束,若有不懂的地方 可在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课堂到这边睇劳 我们下课堂到这边 respons 我们下课堂到这边 我们下课堂到这边